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妹 今天教大家制作家常大饼 也叫死面饼 有粉丝说自己在家里做的饼呀 然后层次不好 凉了呢也会硬 今天呢,饼妹教大家制作这一款 凉了也不会硬的,家常大饼 首先咱们说和面 一斤面,气凉水 和好的面呢,醒30分钟左右再使用 增加它的那个韧性 水温的话 现在就用35度左右就可以哈 咱们取一块适量的面剂子 给它擀成一个薄片 这次咱擀呢 给它擀的宽一点稍微 稍微宽一点,薄厚均匀的薄片 擀好以后呢 咱们给它刷油酥 油酥的话就是用热油炸面 油温在180度到200度中间就可以 热油炸面 咱们给它均匀的刷上油酥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口味呢 添加适量的盐 也可以自己喜欢吃的 比如说香葱的 你也可以放点小香葱 这个都可以 根据咱自己的口味 添加适量的盐 添加适量的调温品 撒好盐以后 咱们给它来点干面 这个是有助于出层次的 咱们叠剂子了哈 咱们从中间用刀 给它拉开 分成两半 然后呢 先叠其中的一半 咱们给它叠起来 这个叠的层次很多 叠几层出几层 叠的层次越多 烙熟了以后层次就多 这半叠完了以后 咱们给它放到另外一半上 接着叠 叠起来以后呢 收口 收口处一定要收紧哈 把这两头的 这个收口处收紧 然后才能起大肚子 才能出层次 这个饼做出来层次特别多 然后凉了也不会硬 咱们做好的面剂子呢 醒两分钟 开始擀 擀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 就是轻轻的擀就可以 多擀几下 轻轻的擀 多擀几下 不要说一轴下去 那个用的那个力特别大 然后擀呢 就没有层次了 轻轻擀 多擀几下 不要把表皮给擀破了哈 咱们上锅了 锅温是上下200度 锅温上下200度 干锅上饼 切记是热锅上饼 把锅鱼热以后 咱上 不是说凉锅上哈 干锅上饼 盖锅两分钟左右 差不多烙制一共四分钟左右 就是像咱视频上这样 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家常大饼 你们学会了吗 感谢你们的收看